而且他的一個三陣能力又不是很高 這一棒陳江和扛到的是在左舟外野方向 全在打牆前面落了下來一支深淵的安打 原本在一輪的跑者黃世豪已經連踏三個壘包 連踏三座城池奔回本壘得分 陳江和棒子非常火燙 這一支二連打一分打頂兄弟相對8比0領先了 對 狀況很好 安顧的打擊狀況好 所以對球隊後段的放置能夠上壘的話 得分的效果就會不錯 陳江和本季還沒有紅布浪 這一個球打到全壘打牆前面才落了下來 這也是國內少見的打高球的很高手